今天呢 我就来到了紫薇都市田园 我感觉我一味时 这个池塘就好像感觉沸腾的水一样 小火车开动了 我现在就是在紫薇都市田园的小火车上 吹着徐徐微风 闻着花香 好幸福的感觉 现在正是紫薇花开的最旺盛的季节 如果你要欣赏这种高感紫薇的话 记得一定要来这里 我摘了一些草 看看这个鸵鸟吃不吃啊 嗨宝贝 哇 吃得好开心啊 这里的核汤最具特色的地方呢 就是你可以非常近距离地观赏到它 甚至是触摸到它 都说夏日炎炎正好眠 可难得的周末就这么睡过去 实在是太可惜了 今天的节目将为大家推荐一个武汉周边 适合避暑的短途自驾游好去处 接下来的时间就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从武汉城区出发 经过三环线和绕城高速 走到S109省道 向着新州方向开车50分钟 就到了今天的目的地 紫薇都市田园 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太棒了 微风徐徐 太阳也不大 非常凉爽 那么在我工作完一周之后呢 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 今天呢我就来到了 位于新州区的紫薇都市田园 来欣赏一下这里的自然景观 真的是超开心的 赶紧去看看 这里也是园博会的主要峰会场之一 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园林小品 现在我看到了三个造型非常形象的 由紫薇花藤编织的花瓶 名字叫平平安安 那么预示着只要是路过这里的人呢 都能幸福平安 真的是非常好的寓意 走进园区就能看见各种各样的植物 而且许多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园林小品 甚至还有上千年的紫薇树 即使看不出门道 只能看看热闹 都不禁要佩服花匠的用心了 现在我走过的这道桥啊 叫做知音桥 那么在我旁边呢叫因缘桥 这两道桥呢是并地而生 下面穿流了一条溪水 就在我穿过这道桥之后呢 看到一个造型非常奇特的紫薇树 它从根部由下而上 先是分支 然后再合并 然后再分开 一大一小 感觉好像是一对情侣 非常地恩爱 非常幸福地依偎在一起 好多漂亮的井里 有金色的红色的大大小小 我的石一味下去 你看 哇 我感觉我一味石 这个池塘就好像感觉沸腾的水一样 你看这些井里哗哗哗的全过来了 哇 你看它拍出了这个水 就溅到我腿上 就是有多久没有吃饭饿成这样 整个园区占地五千五百亩 分为精品紫薇园 古民居 娱乐广场 跑马场 动物园等区域 大夏天的 如果不想走太多路的话 可以选择坐着园区的森林小火车 从石墨广场直达腹地 娱乐广场 小火车开动了 我现在就是在紫薇都市田园的小火车上 在我左手边就是花溪长廊 它也是由紫薇藤而构造成的一条长廊 坐在这个小火车上 吹着徐徐微风闻着花香 好幸福的感觉 森林小火车沿着单柜园 生态湿地 穿过大片的紫薇林 虽然紫薇花只绽放了一部分 不过一眼看过去 也是红红的一片呀 现在终点站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紫薇树 然后这里都开了非常多的紫薇花 非常的漂亮 伴着徐徐微风可以闻到花香 真的好浪漫哦 娱乐广场是紫薇亭廊聚集的地方 高杆紫薇被编织成各式各样的造型 而且秋冬季节 这里还会开展植物编织DIY的活动 你可以编织一盆属于自己的紫薇树 那么紫薇花呢有四种颜色 有紫色 霉红色 粉色和白色 那么现在看的是霉红色的 它在蓝天的映尘下呢 显得非常的娇艳 这种高杆紫薇呢 之前只能在四川这一带可以看到 它是将四川的高杆紫薇移架到这里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欣赏到这么美的花 现在正值紫薇花期 正是紫薇花开的最旺盛的季节 如果你要欣赏这种高杆紫薇的话 记得一定要来这里才能看得到 紫薇都市田园里 不仅各区域花木繁多 而且在餐厅里 也种植着很多特色植物 哇 这么一大堆 这都是什么植物啊 能帮我介绍一下吗 好 可以 这个从前面看到的是我们的文竹 文竹芦荟 这个是锈针椰子 因为它长得比较秀气一点 诶 那这样一株大盆的又是什么呢 这个是紫薇苗 哦 原来这个就是紫薇花的树苗 如果我要拿回家养的话 好不好养活呢 这个紫薇苗还是比较好养的放在家里 它大概因为它比较喜欢干燥一点的土壤 大概半个月浇一次水 那这样看来还是非常好培育的一种植物 如果你喜欢绿色植被的话 不妨可以拿回家去种植一下 谢谢美女 哇 给我上了四道非常精致特别的菜 麻烦你帮我介绍一下 这都是些什么特色菜呢 这是一道桂花蓝莓山药 这个桂花是我们原理桂花开的时候 然后采摘下来的 然后师傅蜜字而成的 嗯 山药非常的爽口 然后加上这个桂花蜜 就是甜甜到脆脆的 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呢 是非常消暑的 你要特别尝一下这道菜 因为这道菜只有我们这边才会有的 只有你们这边有的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香煎米豆腐 米豆腐 就是用大米做的 对 用大米把它磨成那个粉末 然后做成豆腐 这豆腐跟我们平时吃的 用黄豆做的豆腐 完全不一样 非常的香糯 外面是非常酥的口感 再加上这个红椒绿椒 配上这个胡椒 就感觉非常的香 对 摆盘也非常好看 也有紫薇花呀 对 这如我们餐厅的名字嘛 生态餐厅 然后我们这边的食蔬食材 都是我们自己种植而成的 有什么番茄呀 然后还有药壶呀 还有茄子 豆角都是我们自己种的 就是我点的所有的蔬菜 都是当季的 而且是你们自己种植的 对 产自我们原民的 那岂不是很原生态 很养生 吃饱喝足之后来点活动 香香食也是不错的选择 紫薇都市田园里 开设了不少的水上娱乐项目 夏天里喜欢刺激 而且想和水来个亲密接触的朋友 一定要尝试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为都市田园也非常适合 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游玩 这里不仅有观赏的植物 这里还可以看到 这个书本上 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小动物 我们来认一认也好啊 在这个护栏里面的就是梅花鹿 我现在要喂一下它 嗨 吃饭了 我估计是天气太热 它不愿意过来 我摘了一些草 看看这个鸵鸟吃不吃啊 嗨 宝贝 哇 它吃得好开心啊 嗨 嗨 鸵鸟 我发现它嘴巴跟鸭的嘴巴好像 就是扁了 吸引了好多鸵鸟过来 园区内的动物园里 有孔雀 猴子 梅花鹿 黑山羊等多种小动物 大多数都是没有攻击性的 如果你愿意 可以亲手给它们喂食 来到这里跟小动物互动一下 贴近一下大自然 非常方的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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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上一圈之后呢 还真有点累了 现在我可以坐在马车上 其实我觉得享受一下 这样的慢生活也是挺好的 慢慢悠悠吹着风 享受一下这里的新鲜的空气 夏天正是荷花开得最好的时候 荷花广场的木栈道 从岸边一直延伸到湖中央 走在栈道上 不用伸手 荷叶都会被风吹拂着 划过你的手旁 大片荷花的海洋 然后现在荷花都开得非常的艳丽 在城市里面待久了之后来到这样的原生态的地方 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非常惬意 欣赏到这样大片的花 让我觉得整个心情都变好了 哇 这个就是我们吃的脸蓬 现在还是非常嫩的一个状态 还没长熟 你看这里的荷花有的正含苞待放 有的正当盛开的时期 平日里我们在东湖也可以欣赏到这样大片的核桃 但是在这里的核桃最具特色的地方呢 就是你可以非常近距离地观赏到它 甚至是触摸到它 你看我伸手 真的非常有一股清幽的香味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 因为离这些荷花非常的近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爱护环境 不要采摘它 在这么美的环境下 一定少不了自拍 赶紧来一张 现在是花儿与少女 在整个园区里 你不仅可以观花赏景 感受传统园林的艺术魅力 还可以体验刺激的水上项目 和各样娱乐设施 不妨约上三五朋友 带上家人来到这里 度过一个快乐丰富的周末吧